陳委員,您早 委員長,恭喜你 在就任之前,你還到了去馬祖一趟,非常感謝 今天在交通部官方局的報告裡面 也看到我們交通部官方局提到馬祖 很多的報告都沒有提到馬祖 這是我非常在意的 在上個會期總職局裡面沒有提到馬祖 所以我特別對院長也提出這樣強烈的質詢 剛才李昆哲、趙偉提到五陽高速公路的問題 雖然部長沒有提出一個時間表 但是我跟部長報告 我開車經過桃園尤其中立那個路段的時候 塞車塞到不行,尤其假日 這個十一點鐘要去桃園喝啟酒,十二點還到不了 所以你要了解到民眾那種心裡面的期待 所以雖然沒有答詢說 當然安全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下面的高速公路局 起碼你要趕快去做一個評估 問題發生了什麼問題 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你要有一個最起碼的一個初步的報告 讓民眾曉得說現在是三月了,大概五月會通 我在過年的時候他們就想說 這是哪一位立委哪一位立委 幾位桃園的立委都在支持這個五陽高速公路 所以你要曉得民眾對這一方面的期待 我想請部長要讓人民有感 你回去 現在雖然沒辦法具體的馬上打說 一個月兩個月 你三個月五個月六個月 你一定要講個時間出來 自己對自己有所鞭策有所期待 這才是很重要的好不好 我想部長剛剛上任了 我們不會去責難你了 我們也鼓勵你 也希望你把這個交通部的位置 把它發揚光大做得更好 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這一次 我們交通部公光局 有非常亮麗的成績 在WEF世界經濟論壇裡面 三月七號公布的 二零一三年公光旅遊競爭力的報告 在一百四十個壽平國家裡面 我們排名第三十三名 也就是說比二零一一一年進步了四名 在這邊我也給交通部 也給我們謝局長給你們鼓勵 希望你們再接再厲 不要以此為致滿 這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講到台灣的觀光旅遊 我非常遺憾 我們馬祖的觀光旅遊 尤其在大陸 大陸兩岸的觀光旅遊的部分 去年大陸到馬祖的人數 沒超過一千個人 那麼在這裡呢 我也常常到福建去 跟省市啊 跟他們做交流 我們也跟他們省長 也跟他們市長 也跟他們強調 我們馬祖每一年過去的人 五六萬人 你過來不到一千人 這是個極大的諷刺 所以我們在上一次大陸委員會 小兩會啊 在會談的時候 我們也一直希望 海基海協在會談的時候 我們希望 福建省開放自由行的時候 你不管到金門也好 到馬祖也好 我們希望呢 能夠做一個中轉 你從台灣 經過金門馬祖回去 或是從金門馬祖 到台灣 然後從台灣做空中航艦再回去 很遺憾到目前為止 沒有落實 沒有落實 我們也希望啊 當然我們的辦證的速度啊 是比大陸那邊快了很多 大陸那邊還要保證金啊什麼的 還有審批 起碼都在一個禮拜以上 我們的金門局的速度啊 應該都是比較快的 所以我在此呢 請部長是不是能夠回答我 有關這一個部分 我們將來觀光局啊 是不是能夠配合 因為觀光旅遊 牽涉到大陸的部分 不只是你們交通部能夠決定的 你們這裡面還要 還要跟 甚至國安系統 還要跟 財政部很多 大陸委員會啦 海機海鞋啦 還要做一個橫向的聯繫 我一直希望啊 我們 都是中華民國的縣市之一吧 希望呢 在這個部分能夠做一些均衡的發展 部長的看法你看 我想這個 我們非常同意就是說 怎麼樣呢 讓那個馬祖有更好的這個發展啊 那我都了解 過去我們也跟海旅會 反映過委員的這樣的意見啊 那目前他們並沒有特別說什麼 但是我們 我想我們比較重要的是怎麼樣 在福州這個地方啊 長樂這個地區呢 來加強 這個觀光宣導 特別是馬祖地區的啊 所以我會請觀光局在這個地方來加強 如果說只要這邊加強呢 因為現在在 很多人到了福建 包括外地那個內陸的 這個大陸內陸的一些人 到了福建之後呢 他們一日遊 都會想要到金門去 好像比較不會想到到馬祖去 所以這裡面的宣傳的確應該要強化 是因為馬祖比較遠嘛 馬祖到 到馬尾要一個半鐘頭航程 那個當然我覺得是一個因素 所以現在呢 我也去推動黃旗到北竿的航線 對 那個這個方面呢 當然我們也謝謝 我們交通部航政司啊 習司長跟小蘭歐會談裡面呢 目前在政策上 已經做成決定了 當然我們也希望這一方面能夠加速度進行 另外就是 大陸的遊客到馬祖來啊 我希望 我們交通部觀光局以及馬祖的風景管理處 在這個方面希望有一點誘引給他們 比如送一個小的伴手禮啊等等啊 因為人的心理啊 人的心理啊 這個對這一方面 是不是請我們交通局在 這我們來來來來研究一下 看有什麼方法 我覺得這也是個很好的那個建議 事實上我認為呢 很多路客到台灣來不只是馬祖了很多地方 我們都可以考慮有一些台灣特色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小伴手禮或什麼之類的 讓他們的感覺很不一樣 是謝謝部長 另外要跟您談到這個 我們的國際度假村跟博一專法 3月12號 中共人民日報啊 社論裡面曾經指出 說馬祖啊 這個路子不要走偏了 這個 這個 這個不要丟了西瓜 去撿這個芝麻 去撿芝麻 對這一方面啊 我想 部長你 對 我們國際觀光度假村 以及這個博一專法 你的看法如何 目前來講的話 像我們博一專法 還有這個國際觀光度假村的模式 是像新加坡模式 那像新加坡現在有兩家 這個國際觀光度假村進駐 那個感覺啊 其實跟一般人對那種賭場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不一樣的 就是說事實上 它那個地方賭只是附帶 但是有 有一些人並不是去賭的 其實很多觀光度假了 所以 基本上我們一定要用這樣的發展 如果大家覺得在馬祖 只是賭場 那我覺得對馬祖也不好 對我們台灣的形象也不好 所以這個 第一個我們這個一定要把握的很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跟對岸呢 當然要進一步的溝通 我去年有到那個福州去呢 跟對方的那個官員 也有稍微提過呢 福建地方的人呢 事實上對這個好像是有一點樂觀其成 他們很希望有這樣的發展 可能呢 大陸的中央方面呢 他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可能這裡面有一些誤導 我們不清楚 所以我想 可能要進一步的來溝通 我想我們要強調的是 國際度假村 而不是去強調博弈 是 那麼我個人版的博弈專法 在二月一號 就已經在 本委員會提出來了 也送到程序委員會 現在又回到我們交通委員會 我們要做聯合審查了 但是 交通部送到行政業區的版本 據我了解 很像 還有三個會期 三次會議 要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會盡可能大家快點 那事實上楊秋青政委 已經就這個事情呢 就一些基本的一些 有爭議點的已經做過一次溝通了 在三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他會再開一次會呢 就逐條審查了 如果順利的話 三月二十六號可能可以審完 如果不順利 三月二十六號沒審完 可能再一次應該就可以了 請你轉告楊正委員 是 他們審的也不見得算數啊 現在尤其像財政部我聽說 還要抽百分之二十的所得稅 這點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這個 這個薄英專法很像是 薄英魔法耶 蛤 你裡面 你看裡面的過然率 已經是多少了 是不是 你再定一個抽個百分之二十 他是抽哪一國的 我不曉得 正所稅我反對 啊 我反對啊 到現在我覺得我的看法是對的啊 抽到多少稅呢 沒有嘛 我覺得我們馬總統請了這些部長來有沒有 是替他做事咧 還是替他搗蛋 啊 我不知道他哪裡超來的 要百分之二十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他說要刷卡 是不是 不能不能刷卡 要帶現金去賭喔 那要去賭的人要帶一麻袋的新台幣 還是帶一麻袋的美金去賭錢 有這樣的規定嗎 等於這個雞啊 小雞還沒生出來啊 就被你們搞死了嘛 你知道嗎 這還什麼博弈法 還什麼專法呢 現在那個 就是百分之二十的那個所得稅那個部分 我們是堅決反對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是的確呢 好像 據我的了解 國際其他賭場應該不是這樣做的 那至於那個刷卡的部分 因為是金管會呢 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他們堅持反對 那我們現在在想 這裡面有個空間 可能是用設帳戶的方式 還是怎麼樣的方式呢 可以來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全世界哪一個賭場裡面 都不能夠刷卡了嗎 這是什麼天大的笑話 這是什麼天大的笑話 我都建議喔 這有問題的官員啦 要找龍總啊 比照陳水扁總統那樣子 腦袋有沒有看看神經有沒有問題啊 我改聯到財政委員會啊 我要去問一下財政部長 你存了什麼心態嗎 這個嘛對不對 所以喔 楊求欣政府委員主持的會議 我跟他講 你們拿到我們立法院來討論啦 是不是 這邊代表民意嘛 你這個法 這個綁那個綁 你把最毒的一些東西 全部放在那裡 保護得好好的 那好了 你們怕誰 怕人家罵是不是 怕誰委員來罵你 這什麼話嘛 這什麼世界 謝謝 我拜託你再轉到楊正委員 好 我在會長上已經碰到他了 是 好不好 既然你 你要依法行政啊 對 我們已經按照公投法的規定已經做出來了嘛 對 那你這樣的話 以後合適公投 通過以後 不算 還要送到 再送到原子人委員會 再來簽個案子才算 可以這樣推翻嗎 這是法律啊 好不好 是 我想部長你們回去啊 拜託一下 你幫我積極的進行 你四月初 一定要送到交流委員會來 我們努力往那個 好不好 你送到這邊來審查嘛 好不好 我們努力